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我们知道太阳是一个大火球 那你觉得这个大火球的太阳的表面的温度 与我们这绿水青山常在的地球的地核温度相比较 谁的温度更高呢 答案是地球 地核的温度高达六千八百八十摄氏度 比太阳的表面六千摄氏度还要高 曾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胡敬庆 想制作一部民间流传已久 十兄弟的动画作品 故事主要讲的是 一女子扶下十颗珍珠后 产出十个婴儿的故事 这十个婴儿各有各的本领 像千里眼 顺芬尔 金刚之躯等等 后来他们因为具有要用价值 被坏人盯上 最后通过大火的团结 才把敌人打败 然而 这动画制作的时候 因为要涉及到官府 衙闷 丫鬟等等各种各样的场景 不仅繁琐 最为重要的是投资太大 为了省钱呢 胡道就把场景改为了在深山里 并且把割十个删减为了七人 美人的能耐也都有所改动 并且把反派设计成了蛇精和蝎子精 说到这里 你应该都猜出来了吧 没错 最终改编完的作品 就是大名鼎鼎的葫芦兄弟 米高梅是好莱坞著名的一家电影公司 对于米高梅这个名字 也许有的朋友会感到陌生 但是 如果说猫和老鼠 应该都知道吧 那就是他们公司的作品 他们公司是以一只吼叫的狮子 作为logo的 自公司创办前期到现在 一共有七只狮子担任模特 前后跨度将近一百多年 从黑白到彩色 从无声到有声 从1957年之后 公司一直用的这个狮子logo叫做Leo 而他的下场挺悲惨的 他在拍完宣传片后 咬死了饲养员 然后就被枪毙了 爱迪生 人称发明大王 一生有两千多项发明 光拥有的专利就打一千多项 其中最著名的当初发明出了电灯 他前后试验了一千六百多种 不同耐热的材料 才确定了用屋做灯丝 人们称赞他为天才 他说 世上本没有天才 叫的人多了 我变成了天才 开个玩笑 不要当真 这话不像是爱迪生说的 倒是像鲁迅说的 爱迪生说的是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 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这是在国内流传的版本 相传在这个名言后面还有一句 但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是最重要的 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都要重要 而说了这么多 不得不赞赏爱迪生 这为人造福的精神 那你知道他最初要发明电灯的初衷 是什么吗 那是因为他本人在夜里非常怕黑 很多公司的名字 大家都不陌生 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名字 是怎么来的 它们背后又有什么含义 众所周知 现在中国正在由BAT时代 向ATM时代跨越 B指的是百度 当时林彦宏想要一个 有文化底蕴的名字 在几经思考之后 突然想到了星期级的诗句 众里寻他千百度 当季就拍板了 这句话前面的半句 可以体现出寻找的意思 而后面的百度两个字 把想要表达的东西 全部涵盖了 那第二个字母A 指的是哈里巴巴 这是源于马云想找一个 被全世界都熟知的词汇 并且要不论语种 发音也要近乎一致 就这样经过在世界各地进行测试 阿里巴巴成为了最合适的选项 T 指的是腾讯 关于腾讯名字的由来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马化腾名字当中就有一个腾 而讯就是通讯的意思 连起来就是马化腾的通讯 第二种说法是 腾有腾非发达的意思 而讯呢 是受老东家润讯通信的影响 反正觉得别人东西好 自己拿来就用呗 这也是腾讯公司的一贯的作风 而现代的ATM时代 无非是来了一个M 替换了之前的B 这个M指的是小米 小米公司的初衷 就是发扬国货 以低价卖高配至多功能的手机 打性价比口号 然后把手机当作遥控器 去控制周围的各种家电 窗帘 甚至汽车等等 而仔细看一下小米的logo 你就会发现 把这个米子倒过来看 很像是少了一点的心 意思是说 让大家少操一点心 名字要取得有意义 其实不止在国内 在国外也是如此 就拿苹果公司举例吧 在乔布斯串办苹果之前 苹果已经繁衍了人类 推动了科学 在之后又称霸了广场舞 而当时苹果的标志 就是一颗苹果 但是被人嘲笑 仿佛像是一个屁股 所以干脆在上面咬了一口 显得更加逼真 说了这么半天 你猜猜高露杰名字的含义是什么 答案比之前的几个公司 都要简单 因为他们老板的名字 就叫高露杰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小风格 小风格 大风格 大风格 有小风格 请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